保姆级教程手把手教你不信你学不会 先拿出这四个颜色 填空就用最基础的平涂法 养成习惯下笔先填满画纸边缘缝隙 没有颜色衔接的地方下笔重一点 有颜色衔接的地方下笔要轻一点 换一个颜色从刚才下笔轻的地方 开始叠加涂抹 想要将两种颜色混合得自然均匀 就要注意下笔的轻重 剩下两个颜色依旧是像这样 注意衔接的地方不要涂满下笔轻一点 颜色涂好后可以用手指支笔揉擦笔棉签熨染 支笔和揉擦笔每次使用前一定要记得擦干净 新手还是推荐用手指进行运染 运染的时候顺着画颜色的方向保持手指干净 尽量有浅色向深色运染 手指力度一定要很轻 这样才不会在运染过程中留下指纹 胶带撕掉我们用反复补色的方法来画水面 还是用天空的四个颜色来画水面 先涂出太阳的倒影 第一遍上色先轻轻地把颜色的大致位置涂出来 涂水面的时候要用长短布衣的横线来穿插的涂抹 颜色的位置要与天空的颜色大致一致 涂完一遍后继续使用刚才用过的颜色开始第二遍补色 这是力度可以比第一次稍重一些 因为是化水面 所以可以在浅色的部分适当叠加一些深色的长短布衣的横线 来凸现水波纹的形态 开始第三遍补色 这一次补色力度就要更重一些 可以看到经过反复的补色 颜色混合得越来越均匀 在补色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调整一下细节 如果喜欢平整光滑自然的画面就用平涂法 如果喜欢纹理重色彩重的画面就可以用多次补色的方法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天空和水面的对比 撕掉胶带用揉擦笔把水天之间没有画到的缝隙补上 找三个颜色开始画树丛 先用黑色打底涂满下方空白处 然后使用点涂法 用油画棒的侧风在纸面上点出树叶的形状 上方可以用一些弯曲的短线条来画出树枝的样子 换一个稍浅的颜色继续点出树叶的形状 用最浅的颜色点出亮部的树叶 可以轻微的拖拽油画棒 这样画出的树叶形态更逼真 在点图的过程中 油画棒上会沾油底色 我们可以通过不停的旋转油画棒侧风 来避免画面变脏 我们在画油画棒的过程中 如果需要画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通常会用到修底笔 眼线笔也可以 这种笔可以在油画棒上留下颜色 我们可以构画出一些树枝和鸟 零基础也可以画出很美的画 你确定不来学一学吗